在偶像练习生中,林远俊智霸的外形和逗趣的性格,以及由长径经验的高音都备受关注。 有颜值有实力的他们和蔡徐坤等人组成了9%九人团广告代言,综艺节目一个接一个,粉丝们也乐意并期待他们在更多节目中展示真诚有梗了一面。 8月9日,众多微博大微爆料的9%林远俊由长径即将录制最新综艺姐姐的花点,节目海报也已经放出,而姐姐天团为小S、阿雅和侯佩晨, 他们将一起前往意大利佛罗伦大开花店。早前,小S多克幸福三重走,满满的综艺感,让观众非常期待,在真人秀中再看到她的身影。 这次在姐姐的花店中,小S担任店长一职,带领全能花艺师阿雅和生活大管家侯佩晨,经营一家拥有浪漫气息的花店。 是把搭搭小S突然有点担心腹肌这件事,但想想之前采访钟林远俊,谈戏裤子离开了怎么办的回答,那就涨粉了。 也就是然了,幽默有梗的冷远俊,在这当节目中,应该汇报红了,这当节目暂时没有官宣。 而最近,关于9%的话又非常多,粉丝都表示,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,确实如此,一切只能等待官宣,才有最后的定论,但还是抱着满满的期待,希望能看到林远俊和邮长径的常驻综艺。 按照海报上的时间,姐姐的花店这当综艺,预计于11月播出,作为一档漫综艺。